乌克兰国防部再爆出了贪污丑闻 为军队采购迫击炮弹 付了大约400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1亿9000万令吉 可是完全没有看到货 全被中保私囊 乌克兰想要说服盟国继续提供武器和资助战争 恐怕难度越来越大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指出 俄乌战争爆发半年以后 也就是2022年8月 国防部和利沃夫军工厂公司 达成了协议 要购买10万枚迫击炮弹 而且还是先付钱 可是完全没有拿到炮弹 一些钱还转移到了海外的账户 前任和现任国防部官员 以及军工厂的经理都涉案 当局已经对5个人采取法律行动 他们分别来自国防部和军火商 另外还有一名嫌犯 在试图出境的时候落网 乌克兰贪污问题严重 在爆发一连串的军方采购弊案以后 乌克兰国防部长去年9月被撤 消植物